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2021年3月12号,星期五 又一周的时间过去了 大家看到三七三一点开始 尤其是大盘从这个点位连续四周 出现了这项的一个阴线的撒跌 尤其是最近两周,这样的一个振幅非常大 那么在前天,就是在这个本周三 创了一个心底3300多点 在3300多点这个位置,然后只跌 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个走势 短期之内,尤其是前期所谓的核心资产股 一些既优的龙头白马国 包括白酒里边的,一些贵州茅台,五粮业 包括工程机械类的 还包括其他方面的一些走高的个股 均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回落 多的呢,有达到百分之三四十的跌幅 少的也有百分之二十几 这样的一个跌幅,短期之内对市场的 这样的一个冲击显然是比较大的 但是我们看到昨天呢 盘面开始出现积极的变化 尤其是在一些利好消息堆积的设计下 股指迎来决定反击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既然一周的时间过去了 现在这个市场走势到底该如何判断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图板 这张图板呢,我给大家呀 每到这个周末的时候都要给大家讲 因为这张图板呢是我们户子的一个周K线的 一个大的一个全景图 这个图呢是从2015年6月份高位 5178点下跌以来 整个这个行情的一个走势 那么我们看到啊 这一组绿色的 绿色的等距平行通道线 大家看到没有 那都是啊 都是等距啊 那么股指每当跌到它附近 或者是涨到它的这个附近的时候 每当碰线的时候 就会遇到一定的支撑或者是压力位 那么我们看到是2016年的2月份 在这个地方等距通道线绿色的这个位置 产生一波反弹啊 这个反弹的行情走得非常长 当然中间呢 有阻力啊 也有什么呢 也有一个大级别的啊 这样的一个反转的啊 这样一个位置 刚好是几条线的叠加 第一条线啊 我们看到这个2018年1月底的高点 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阻力位 那么这个阻力位 一个是到了前高 2015年年底这个位置附近 抛压非常沉重啊 这个地方 套牢盘非常大 所以 第二个是关键结构上遇到了非常啊 大的一个阻力 双重压力这个地方 2018年1月底以来啊 这个到2019年1月初 产生一将近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单边下跌啊 那一年大家如果是我们投资啊 时间比较长的朋友应该是啊 呃济游星啊 那一波杀跌之后 然后杀到24-0 24-0呢 也是接近于绿色通道的下轨 然后从这个地方 走了向上 走了两格啊 一格啊 两格啊 到这两格 两格的时候 到了这个啊 3228点附近啊 在这个位置 2019年4月8号那天 对吧 到这儿遇阻 然后回落啊 回落 走了一个大的一个N字型的下跌走私 那么直到说我们说去年啊 2020年春节之后 然后展开绝地反击啊 走了一个双底 然后一路向上 然后又向上走了两格 走了第一格 向上走第二格 然后呢 正好在前期的连线 这个蓝色的啊 出的这个中轴附近御主 那么这个蓝色 对于中期来讲非常关键 非常好的迹象 就是本周啊 我们看到 这个周K线 它并没有啊 收在这个深蓝色的中轨下方 而且本周的长下影线的最低位 刚好抵触到了 这个绿色的啊 这个等级通道线的位置附近 现在这个地方是直跌了 从技术上来讲 也是啊 说得通的啊 那么这个等级通道线啊 绿色的等级通道线 我曾经给大家讲啊 我说从去年的这个一月初的十二月份的时候啊 十一月十二月就跟大家讲 一旦向上突破啊 这个地方向上突破 那么必定会再走一格啊 我们看到到三七三一点附近的时候 距离三千八的这个目标位已经非常接近了 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实际上产生了一波抛压 抛压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连续四周啊 出现了巨幅的震荡啊 整个这个震荡呢 达到四百点啊 对大盘来讲 对吧 本周再次收上来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地方还要围绕着这根深蓝色的啊 这个中轨线进行震荡 那我们看一下这张图板啊 这是局部放大的 看一下这本周最低点 刚好在绿色的啊 这个轨道线附近遇到支撑 然后本周呢收盘收上来了 那么后市我认为后市呢 会震荡 下周还会有短线的一个什么反弹 接下来还会向下寻求支撑 一定要完成什么呢 完成一个所谓的道恩自行的啊 这样的一个调整结构 这样调整结构完事之后 才会迎来向上啊 当然上方的目标 我认为最终还是再次会碰击到上方的 这根绿色的等距通道线啊 就上方再创新高的可能性大不大 但是在这儿我认为可能性实际上 已经啊 我认为不是太大了 因为前方啊 这个阶段的抛压是非常大的 后面是反弹啊 反弹的性质更可能强一点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日线结构图啊 日线结构图呢 实际上就是围绕着这个中轴啊 本周呢在这个地方啊 在这个这个棕色的啊 这个这个大的上行通道啊 它的中轨位置齐纹啊 就在这个位置 大家看到没有啊 像在这个棕色的啊 这个棕色的等级通道线的中轨 这是它的中轨啊 就这根线啊 不要看粉红色啊 粉红色当然还没有到位 但是中轨呢 就是这根线位置到位 这个地方我认为啊 反弹完之后 我们看局部图啊 就这个地方反弹完之后 对吧 然后会再度向下啊 会回踩啊 第一波的这个反弹完之后 向下回踩什么呢 回踩到粉红色的位置啊 这个基本上应该是 它的一个正常的啊 我认为从基本上来讲 可以说得通的一个位置 然后出现一波比较像样的啊 一个大结构的反弹 是这样啊 整体呢 目前还是一个第一波 调整结构当中的反弹啊 并不意味着在这个地方 要向上扭转啊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当然这个粉红色的图板 是怎么来的啊 粉红色的通道 我们取这个2019年啊 1月4号那个最低点 240点 然后取2020年3月19号的2646点 然后前方呢 上方取这个2019年4月8号的 328点 他刚好我们做一组啊 这个粉红色的上行通道 那么上方的那个最高点位 3731刚好到达了这个位置啊 结构性的压力位 所以这个地方的压力还是比较强的啊 所以取他的中轨是阶段性啊 我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大的反弹的一个起站点啊 到下方的位置附近 这个点位大约在两千三千 因为重心会上移嘛 三千三百点附近 三千二百八九十点左右啊 大约是这个目标啊 到时候我们再看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今天的行业板块的一个资金的流向啊 那么今天的这个流向来看啊 前十位里边 大家看啊 一个是电力啊 一个是元气件啊 一个是银行 然后是建筑建材啊 这样的周期性的一个股 还有个就是环境保护啊 再一个就是煤炭化工啊 当然这里边呢 有一个重要的题材啊 不管是环保煤炭化工啊 这方面都是跟什么呢 跟这个碳交易或者碳中和概念相关的啊 那今天我们看到超大团资金啊 流进幅度最大就是电力 实际上电力整体的板块来讲 目前的估值还是非常的便宜啊 然后是什么银行啊 然后是元气件 元气件呢 这两天受这个一些利好的刺激啊 所以今天呢 我们看到尽管是板块自涨啊 板块指数自涨啊 整体的资金是净流出的 但是超大单资金啊 机构资金是在流入的 将近15个亿的流入啊 这是行业板块 概念板块方面 大家看看啊 今天的这个排行榜 涨幅榜里边的排行榜里边啊 概念板块指数 风能啊 基本上前边都是什么 都是能源啊 都能源 风能和核能生物智能啊 节能概念啊 然后下方是氢能源啊 然后大家看看 基本上跟环保低碳概念相关的啊 前十十位里边 包括衣费处理垃圾分类 分杀治理啊 碳交易啊 呃这个相关度都非常大 那么之前呢 在这个月初的时候 大家如果 看我过往的这个 课程的话 你应该对这张图表非常熟悉啊 尤其是我们一些老朋友啊 然后我给大家讲呢 在周线的这个结构下面 我专门给大家讲环境保护的 百分之数 我说有四大特点 当时告诉你们 就在这个位置啊 我箭头指的这个位置 我说刚好啊 两个 三个底是等距的 刚好51周 我说到底了 对吧 到底了 当时说 我说是几个指标看 不管是量 量价背离 还是相邻的这个底部周期啊 都看出来了啊 所以说后面我们看 到本周为止 连续五周的暴涨啊 所以这里面 今天还有七个涨停板啊 一共90只个股 84只上涨 所以环境保护概念 实际上 别看这个板块啊 就说 当时在低位 很多朋友认为没戏 实际上 当前最大的一个热点 碳中和碳交易 那就跟环保概念 密切相关的啊 这两天呢 你们也都看出来了啊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下一个板块 这个板块你要注意了啊 这个叫液源器 概念指数啊 液源器题材 目前它的一个题材指数 我们看一下经过了几年的 2015年的这个白分 到目前的一个走势 基本上这个复合底啊 复合的三重底 它底部逐步抬高啊 896 然后这个位置抬高 再次抬高 我们看到相邻的三个底之间的时间级别 基本上相等的 大约在55周左右 那么目前液源器呢 还处于低位啊 液源器整体上来说的 它的一个板块适应力二十几倍 并不贵啊 还是比较便宜的 所以这个板块里面 有些啊 一些机会 大家应该逢低关注 逢低挖掘 好了 今天的这个啊 公开课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 祝大家投资顺利 周末愉快 好 好